光丰地区农会26号的上午召开了 22届最后一次的里坚士会议 意味着部分的里坚士人员的毕业典礼 总干事张明发率领各部股主管 向里坚士报告会晤 虽然在109年度 同期配合政府防疫降息 而受到些许的影响 不过总干事张明发表示 整体来看 不管是信用部还是会晤的推广上 团队努力下仍然是稳定的成长 虽然是本届最后一次的里坚士会 但是总干事张明发仍不敢松懈 率领一级主管亲自向里坚士们报告说明 事实上可以 他的当导办法可以到达 没有正常来说是可以6200工 在这边当然就是里坚士会议 就是感谢我们的理事会 坚士会 还有各主管来借次的努力 这个让我们的农会能够稳定中成长 当然新的年度在这边我们也希望说 第一个我们就是希望说我们的农会的经营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个当然是针对我们地方的农民的照顾服务 这个要我们要来加强 第三个真的是整体地方产业的发展 这个我们也要来更加的努力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白夜消退 光丰地区农会也在109年3月疫情最严峻的时刻 仍义无反顾 配合政府防疫补强 调整降息 减轻民众以及农民的压力 最主要重点是在我们的存款今年年度存款有增加 放缓也增加稳定中成长来弥补 弥补去年去年整个疫情降息的影响 所以今年应该是算说稳定中还有少许的成长 新冠疫情2020年4月 总干事张明发兢兢业业率领农会团队来突破 让109年整年度会晤稳定中成长 2021年疫情持续延烧 张明发说仍要带领农会团队继续来努力 以在地心在地情为光丰地区农会各产业发展来努力 记者石玉兰光复采访报道